我现在是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产品展示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机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能干 在养老师区只需一声令下 机器人就会帮助老人端茶倒水取快点 相较于初代机器人 我们复合多态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就是它可以去理解人类的语意和意图 举个例子 原来说你需要帮我送一瓶水 现在你只需要跟他说 我渴了 他就会知道 你是需要一瓶水 比如说在养老院老人行动不方便 打一个电话说我渴了 机器人就会知道他可能是需要水了 自己会去取水送到老人身边 如果是说有快递过来的时候 他会自己把快递送过来给到老人 这个所有的流程全程都是自动化 全闭环不需要人才参与 已经实现了从信息流的需求 到行动流再到执行的 一个整个的机器人服务的自闭环 人型机器人除了在语意理解方面有了较为显著的技术 在干家务活方面也毫无需测 如果你工作太忙没时间给家人做饭 机器人同样可以帮你统统搞定 这款机器人我们叫它跨腹机器人 它身高将近1米5 然后全身一共有28个自由度 我们这人型机器人可以在家庭里边或者养老院里边 然后去照顾老人的起居 把西兰花放到锅里边之后 它会把手放下来 手放下来之后它会控制锅 让锅盖上盖子 合上盖子进行一些翻炒的动作 调料通过管道里边 然后进到锅中进行一个加热 这个动作全是跨腹人型机器人 现场推理推出来它的一个动作 它是自己学习的 不需要人做任何操作 它之后的成本 我们预计未来会加到20万以内 它可以远程和家里的其他人员 做一个互动直实的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 未来在这个家庭中 养老陪护方面 人型机器人一定会去为人类做更好的一些服务 在养老社区 推拿按摩是一项被高频需要的理疗服务 通过科学理疗 可以有效缓解静椎腰椎的疼痛 提高老敌人的生活质量 如今AI理疗机器人已经在抗氧领域投入使用 只要有需求 智能护工可以24小时随时营业 我们通过数据采集进行数据建模 我们采集了大概1万个人 有40万以上的数据模型 通过AI大模型 可以生成针对腹部 肩颈 腰部的各种按摩路径 我们这款机器人的正常的理疗时间 是15分钟到90分钟 在控制面板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老年人的腰椎节面都是腰肌脑损 它通过我们的理疗机器人 可以缓解疲劳 也可以缓解疼痛 人工一定是要休息 但是机器人 它可以24小时不坚弹地去工作 对养老这一块 还是有很大的动作的 海外的一些人工成本 相对爱人比国来来说要高的 尤其是日本 现在这一款呢 我们是出口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日本 还是可以解放一些人力的 就是我 出口来自可 自由 水 无论 游客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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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